先證據小寶生日 還因為小寶生日 小寶媽最重要 所以我們那天去吃人燒肉 沒想到賺到人家唱生日快樂 還蠻特別的體驗 後來小寶媽想說 都沒有給小寶買生日禮物 所以她就看最近小寶好像 在碰著玩撞球的遊戲 小寶 妳一直在玩撞球 我喜歡嗎 妳喜歡玩撞球 妳都把是亂丟沒有撞什麼球 小寶剛好也吵著希望 可以有個撞球桌之類的 因為家裡太小了 沒辦法放那麼大的撞球桌 所以網路上調了 迷你的撞球台給她 小寶本來想說 她自己存錢去買 那小寶媽想說 那就買給她這個撞球台 當作她的生日禮物吧 喔 長這樣啦 還沒有拆開 不知道長得怎麼樣 好啦 那我就去摳小寶下來 跟她說有個貨運送來 是她的東西 下來了 下來了一下 快點 媽媽要買個東西送來 幫忙搬上去 在門口欸 自己幫忙搬上去 那個是啊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真的 這是真的喔 真的嗎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真的 這是真的嗎 這是盒子而已 你自己看一下 蛤 會中嗎 這是真的嗎 這是裡面可能磚塊喔 這是真的還假的 哈哈哈哈 你搬上去啊 我剛剛搬進來了 很重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不可以 很重啊 很重喔 很重要怎麼拿 要怎麼拿 我們一起抬啊 這是真的嗎 慢慢抬慢慢抬 這個禮物是真的嗎 這個禮物喔 我不知道 你上去看看 很重喔 慢慢抬啊 很重喔 這個 這有一點重量 欸 然後慢慢抬慢慢抬 這麼重 那不然有一點重量 小心喔 拉起來嗎 可以嗎 好 確定嗎 你給我拉下來 放哪裡 來來來 放著 掉了 他放餐桌好了啦 我不知道他多大 好哥喔 欸我不知道裡面 我有沒有打開過耶 什麼時候重來 剛剛喔 剛剛才拿來啊 會不會開 欸 是這樣子開的嗎 是嗎 你不是 是不是絲錯邊了 確定嗎 來再切一下 哇 說你 最近不是在 喔 這怎麼知道了 哇 這個是 你去賣場看到的 一樣的嗎 一樣的嗎 蛤 一樣的嗎 來這兩個 這兩個是 桌單 好先放旁邊 最近先坐旁邊來 桌上那個東西先收走 這先收旁邊 放下 我們的餐桌 先暫時 當作 撞球桌 是不是 拿起來嗎 可以嗎 一二三 好 確定是這樣放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嗎 這樣 這樣嗎 這樣 要不用墊高喔 不用 進去的球要去哪裡 這裡啊 蛤 這裡啊 沒有啊 是不是要底下墊一個東西起來啊 是不是底下還有架子啊 看一下 沒有 這樣有架子 蛤 啊 這樣子啊 打開打開 喔喔喔 唉唷 迷你的小球啊 唉唷 唉 有些質感耶 好 好 先擺一擺 喔 高興嗎 唉唷 看起來 還不錯 哈哈 這設計的像迷你的耶 真的迷你的耶 質感還不錯 看一下 小寶的技術如何 好 如果感覺應該是底下要墊起來 要不然打到球袋裡面去 他怎麼往下掉 好 來 老半天 才知道 蛤 原來這個底下是有架子的啊 不看說明書在那邊馬上打在打什麼 還要把它翻過來 好 來裝一下 那底座要先鎖一下 好 好 對啊 小拔都鎖好了喔 這看起來就比較像個樣子 哈哈 至少有一點高度了吧 啊 來試著進球看看 OK 一起進啦 犯規啦 這樣子設計起來 真的像一個迷你的小撞球台 不錯 開球 來 那 多遠 坐 坐 哇 阿,喜歡嗎? 喜歡 這樣喜歡你要去感謝誰 媽媽 你去跟媽媽抱一下 說謝謝媽媽好了 這隻不要亂拿 你先去謝謝媽媽吧 看這種迷你小說 還蠻有趣的 繼續亂打下去啦